三藩市美亚医疗集团 拥有超过170位华人专科医生和会员服务团队 用你最熟悉的语言 为你提供贴心周到的医疗服务 免费登记成为我们的会员 美亚医疗 你的健康良伴 这幻灯片是三个最普遍的噴霧剂 最普遍就是这个 L-butyra 快速舒缓器的药物 主要是你按下这个按钮 噴霧会走出来 吸入肺帮助你 长期防止敲转药也有好事 是这样的形式 来打气 你一定要跟家庭医生谈 跟药剂师谈 你用的方法一定是对的 如果用得不对的话 药的作用会减低很多 多数 然后医生和药剂师 教过你应该是用得对的 但有些人 如果手机太小 都没有办法怎么用 有时用家庭管 前面 用药是比较容易的 第二个 就是用机器 打药物 Nabolizer 这个就是 医药制作在这个瓶里面 那些器会打药物 这些是 长期防止敲转药物的药物 亦可以打药物 亦可以打药物 在医护所 或是夹救室 用 但有时都会用 因为现在 新型冠型 冠型的病菌 在市区传播 我们多数很少用 在诊所也很少用 这个机器 因为这个机器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如果病人病了 你用这个机器 可以使到病人 新型冠型的大菌 可以让这个病菌 散播出去的诊所 或者是家里面 所以我现在 都很少 在急救室也很少用这种药物 这几个月 我们都很少用这种药物 但如果你是家里真的要用的 我多数叫病人 自己在一个房间 关门 用完之后 其他人不要进房间 两个小时 就可以减低病菌传播 给其他家人 第三个 我们多数用来 医抗喘就是干粉 噴末的机器 亦都可以吸入 那些长期防止 这种药物 当然你一定要跟药剂师 和医生谈 你应该教你怎么用这个药物 而如果用得不对 作用也会减低 用了药物 有时都没办法 如果病人是过敏形成 又不能防止 过敏形成 不能防止 有时帮他打过敏 过敏的药物 让他有免疫能力 但如果他再不行 有时我会跟他打人造的药物 这是抗体 打个身体 减少过敏 这个药物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 多数是很重要的 要用这种药物 近几年有更多其他药物 也是人造的抗体 打个身体 减少过敏的程度 也会帮到病人 这些多数是专家用的 多数你用的药物不行 或者不够 或者用药物有副作用 一定要用这些药 一些家庭医生会介绍你 你专科医生用这种药物 也会帮你 有关其他健康主题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美亚医疗集团健康教育网站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赞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视频